喝得醉醺醺 眼前霧茫茫 想要領錢 但替款機挨了好幾次都沒有回應 最後連卡片都出不來 氣得誠心男子 對著替款機又拔又拉 扯來扯去 卡片還是拿不出來 打給銀行話還講不清楚 氣急敗壞的男子更急了 居然還試圖把替款機的線通通拔掉 過程中累了 他還趴在替款機前小睡了一下 最後金融卡還是沒拿出來 替款機壞了 男子也離開了 那次徒手就在那邊敲替款機 敲了再將近三四秒 又把那個提款機的面板拔下來 原來這名男子因為喝得太醉 連續好幾次按錯密碼 金融卡上又貼了貼紙感應不良 最後卡住了 酒醉男子領錢領不出來 一氣之下弄壞提款機 這可不是用喝醉就能解決 除了被依毀損罪移送之外 修理提款機的一萬八千元 他也要全權負責 記者綜號報導